抱歉,太抱歉 太久沒用了,因為Mblock被我打入冷宮了 我們剛剛連接之後 這邊選Arduino Uno之後 這邊連接之後,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第一次用Mblock的話 或者是你剛剛有寫入過,那個韌體有改過的話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是要用模擬的話 如果你不要用模擬的話,就可以不用管這個動作 更新韌體 這個韌體就是把翻譯官寫進板子裡面 那這個翻譯官負責的工作就是溝通Mblock跟Arduino 所以你要更新韌體 更新完之後,這裡亮綠燈 你剛剛那個程式才能用模擬的方式 還能夠我剛剛那個不正常 真的是 它會亮綠燈對不對 亮綠燈之後你的那個模擬才會 才能夠正常 所以剛剛我們設置它 它 是位角 高 高 好,所以我們剛剛漏了那個上傳韌體的動作 所以你這邊亮綠燈你按執行 它才會正常的運作 好,它這邊才會正常的運作 不過即使 即使我們講是這樣講 它很多情況它還是不正常 好,所以模擬的部分就盡量不要用 好,那上傳這個上傳那個程式的部分 就是只要你的板子選對 然後你的序列部選對 它就可以上傳 好,這個再跟各位更正一下 好,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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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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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